他在哪呢 看一下 刚才讲这右脚的脚背 这不是活主却在第二折骨之间 门西却就在第二第三之间了 结合骨之前 大家看到了吗 是门西却在这里 后面讲一个目睹目流 就在这里 是不是 就是折骨之间的阶级里面 到了第四和第五之间 就是水区去 其实就是第五会和都林祭那个地方 叫水区去 水区 就是我昨天讲过一个水区 弯弯曲曲的区 水啊 你看 它每一个遮骨关节之间 都有分布穴道 你看 这是活主 这是门西 这是目睹目流 这是水取区 对吧 这个穴道很好记 每一个穴道我几乎都是这样 门西穴我也是从这里夹 离开一点 然后呢 扎到里面去 扎到里面去 木头木流我就扎一针了 从这个木头拖到木流 到这里面 鞋子扎到里面去 大家试一下 我觉得这样挺省事的 又不疼 效果还是真的不错 效果还是真的不错 大家试一下 这是我个人的一个习惯 大家也可以按照书上去扎 这是很好记 用一寸半的针扎 有些时候你这样 因为你鞋子脚会越大 可能真的需要长一点 对吧 你可能这个针 穿起来一寸半 但是事实上 它就绝对深度 那些不深的 因为你鞋子扎进去的吧 是吧 所以你看这个针扎 那么深呢 扎到一寸半了 好像 其实呢 它真正的绝对深度 就是 也可能就半寸到一寸半 大家明白吧 我是鞋子扎到 那个血污的中心 那个位置 门筋穴 那个门筋穴呢 当然它制造一些 肠炎了 胃炎了 腐 肠胃炎 莽肠炎了 有非常好的效果 杨老师喜欢用它来制造痛经啊 鼻塞或者过敏性的鼻炎呢 用门筋穴效果是不错的 有时候单取门筋穴 都有非常不错的效果 有些时候你为了怕麻烦 你怕麻烦 你又取个门筋穴 加一个营家去做签营 知道鼻炎效果是不错的 鼻炎 对 有些时候 这就是个很简单的小片 我但是不可能包置 每一个这个鼻炎的 但是有些人用的 有点真的不错 有很多人就用了门筋和银箱啊 所以这个局部加个银箱啊 远端加个门筋的效果是不错的 效果是不错的 为什么会这样呢 其实在董事局里面 认为这个穴道 它五行属金呢 它调废气的 非咔嚣于皮 是吧 而这个穴道本身用在胃经上 大家知道胃经啊 是不是跟鼻子有关系啊 是不是啊 好了 远端扎一个门筋 局部加一个银箱 做牵引 效果还是不错的